第1個禮拜上學 兒子第1個禮拜上學 來聊一下怎麼挑學校 然後學區的問題 然後怎麼申請學校 怎麼註冊學校 然後註冊學校之後 要怎麼入學 要準備哪些東西 因為我們剛好是一個哥哥高中跟弟弟小學 挑學校 在美國上學挑學校怎麼挑 媽咪怎麼挑 就美國網上上都會有各個學校的ranking 那些ranking其實會有學生的組成 家長的收入跟學校的師資 還有校友的評分 這些去做一些綜合的評分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挑學校的時候 主要都是先找 想說是要念公立學校 就是public school 不過美國的public school的話 其實就很依據這個學區的問題 剛剛說他就跟台灣一樣 就是你住在哪裡 他就會有幫你分配好兩組裡面的學校 對啊 不過因為學區 所謂的學區是這個district 可是我們即便是在同一個學區裡面 他也會有可能不只一間學校 然後他這個學校就會有所謂的這個 attendance boundary attendance boundary 就是這個學校他所負責的這個區域 所涵蓋的區域的邊界在哪裡 所以你在同一個學區裡面 他可能會有分好幾個boundary 那你唸的 你能夠直接去唸的這個公立學校 是必須要在這個boundary裡面 可是如果你要在同一個學區 但是是唸到另外一個boundary的學校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有一點跨學區的 那這個跨學區你就不能直接讀 因為如果是在你的學區裡面的話 你申請就可以讀 可是如果跨這個boundary的話 你要去申請所謂的open enrollment 然後到這個學區的這個district的網站上面 去填你要做open enrollment的動作 所以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們在的這個學區 他的學校分數不好 好像只有六分 一般像老婆剛剛講的 ranking的問題 其實你只要去查 在google上面查 Arizona school ranking 他就會跑出一些幫你做比分的網站 像是grade school 或者是niche 這個網站他都會幫你分學校的分數 那grade school的話 的分數方式就是1分到10分 那一般人家都會說 要最好挑8分以上 像我們現在挑的這個學校是9分 那更好學校可能是10分 那niche的話 他就不是用1到10分 他是用什麼 a plus a a-b plus 這樣的方式 但是其實差不多啦 那原則上 我覺得 就是至少要挑可能 a-以上 那分數的話 就是挑8分以上 那不過剛剛講 我們那個 因為這個boundary的問題 我們加上我們這個學區裡面的學校分數不好 所以我們去嘗試去申請這個open enrollment到分數比較高的公立學校 但是因為學校這個open enrollment的名額都滿了 所以最後就放棄了公立學校 我們就改找這個charter school 特許學校 不過你怎麼知道特許學校 就網路上查 網路上查 因為我是在這邊有一次 因為我跟這個銀行的主管去參加一個會議 然後我跟他提到說 小孩子要來讀書的問題 然後他就問我說 欸你知道charter school嗎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charter school是私立學校 因為私立學校學費很貴 可是後來才發現原來charter school 特許學校是公辦民營 他也是免費的 而且亞利桑那州他的charter school的比例 在美國是前幾年多的 很多 因為其實那個銀行的主管 他跟我講charter school的時候 其實他是想說我們亞洲人都很在意 就是分數 對 小孩子的讀書的成績 他講的charter school 其實是basis BASIS這種學校 就是非常重視科業這種學校 然後他們的升學率很高 而且他們會去讀這個頂尖大學的人數也比較多 我們找的charter school不是basis 是算是一般的charter school 還是就是沒有像basis這麼科業壓力 或者是說在科業上要求這麼嚴格 可能還稍微有一點戶外的課程 因為聽說basis連那個體育課 或者是一些藝術課啊 音樂課都不太上 這個我們不太了解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那我們去的這個charter school 是基本上還有一些像功夫課啊 鋼心課這種課程可以上 那這個charter school 原則上學費是免費的 但是可以做donate 但是donate好像沒有強制的要求 對不對 沒有 目前沒有 因為之前有人跟我說charter school 有的要donate可能到一千塊 兩千塊 但是我們實際這樣子去看了之後 好像老師其實 鼓勵的大概也是一兩百塊的這個範圍而已 應該不需要到一千塊兩千塊 那因為老師也有鼓勵講到說 因為我們這個如果有donate也可以結稅 與其把這個錢拿去繳稅 可能可以donate一些錢給學校 因為雅力上到州的話 規定說如果你donate給學校的話 你上限是可以省兩百塊 兩百塊 如果夫妻兩個人都繳稅的話 就是可以省四百塊 所以他是鼓勵你說 如果你捐了四百塊給他 跟繳稅給州政府 那你還不如donate給學校 這樣學校還可以給小朋友們 對啊 一些比較多資源 不過我再聊一下 當初其實申請這個charter school 也不是說申請了馬上就有 你去找到這個charter school 你要怎麼去申請的 你到他的網站上面 然後你要做一個enrollment的申請 你不能直接去做註冊的動作 你要去enrollment 然後你申請了之後去填一些資料 學校會發信給你說有沒有你的位置 哥哥的這個高中的話 就是申請了第一次就收到他有他的位置 所以就馬上就確定說這個charter school可以念 可是弟弟本來也是想說跟哥哥念在同一個集團 這個charter school 可是一開始就沒有位置 四年級沒有位置 所以弟弟本來還有在想辦法去做這個open enrollment申請 比較分數比較高的公立學校 本來有排到 但是結果這個charter school也在wait list 他們有這個等待名單裡面 過一段時間也等到了 弟弟也就跟哥哥到了同一個集團的這個charter school 那有了這個enrollment的這個申請 有你的位置之後 你就可以去做register 線上註冊 那像哥哥的話是在做線上註冊 去線上填這些個人的資料 那弟弟因為是幾乎是最後一刻去後補上 所以弟弟的這個註冊資料是用手寫的 然後原則上註冊好有你的位置之後就是等了 然後學校會有通知一天的叫做這個叫返校日嗎 所以是叫返校日嗎 對啊 back to school 不是就是回去學校嗎 對他就是有一個back to school的date 然後那一天的話就是家長然後帶著學生到學校去 然後去meet the teacher 去跟老師碰面 然後一般在這個back to school date的之前 你會得到的一些information像是什麼 就是學校會告訴你 你要帶的school supply 就是學校的用品對吧 這個是在back to school之前給我們的清單 是email收到的嗎 我們去繳註冊資料的時候 他拿給我們的 我們去繳註冊資料 就是哥哥去考英文測試的時候 然後我們順便問的 對 因為哥哥有先回去做一個被通知要去做一個 英文能力檢測的動作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拿到了所謂的就是這個school supply的清單 那這個school supply清單這個 這個美國這邊學校的這個清單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寫得很清楚要準備哪些東西 然後甚至你要去哪裡買都很清楚 這種去買東西老婆最厲害 target Walmart應該就可以買其所有東西了對不對 然後最後發現其實應該在Walmart就全部都可以買得到 因為Walmart跟target他都會有那個back to school的專區 不管是制服或學校的文具用品 而且他會針對喔 像比他可能有6路12路18路24路 然後他就只有18路會特價 因為學校都規定18路 所以他就18路特價之後 比12路還要便宜 所以其實這些賣場都有配套這些學校需要的東西 學校給你的清單上面的這些筆啊 或者是一些色筆 筆跟色筆都還會給你建議的品牌 寫得清清楚楚的 基本上你只要找到學校寫品牌 顏色數量 大概就知道就是那個人 那另外就是你還會 其實在那之前我們還得到的一個information 就是dress code 就是穿的制服 那因為哥哥的學校他們的制服 他是有一定要買學校的那個制服嗎 一樣是dress code 一樣是dress code 然後就是原則上都是Polo 3 然後樹面的白色灰色紅色綠色藍色 大概都是這些顏色 夏天沒有藍色 冬天沒有藍色 真的假的 對他們小學部跟高中部的夏天的上衣 顏色完全不一樣 但是因為哥哥他們學校的 就是有這個學校logo的Polo 3 小學的也有網站可以買 所以就是也可以買學校的 但是學校就會有logo 會有一個素面加一個logo 那你也可以去外面自己買 沒有logo素面的 那我覺得去買學校的 其實應該變相也算是有一點抖內吧 沒有 其實學校的不會很貴 不會很貴 我們主要是在Target買到比較多 對因為Wallmark感覺比較便宜 所以大家很快尺寸就被買走了 可是Wallmark的顏色也比較有限制 好像比較少 沒有 Wallmark的顏色比較多 真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Wallmark買制服 基本上去Wallmark或是Target 都一定會有一個叫做 你剛剛講那個叫什麼專區 Back to School 或是School 好像是要School Support 還是School Supply 之類的這種區 反正你就會看到很明顯有一個學校專區 然後很多的家長跟學生在那邊挑東西 Polo3就要另外去找一下 不一定在附近 對 但是就是小朋友的男孩區 女孩區 他也會有一小櫃 就是制服的 他會幫你放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這些準備好 就是可以上學 那在Back to School那一天 就是還會有就是跟老師的碰面會 小學生的話 基本上就是只有去碰面班導師 因為他們的教室是固定的 因為小學生比較沒有跑班 跑班也是班導帶著去 所以班導師會帶著去上課 所以基本上就是認識班導就好 可是高中的話 你每一堂課的老師基本上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每一個教室 去認識每一個你有上課的老師 而且你才會知道說 這個老師的上課要求是什麼 當然上課的第一天 老師也會給你一些資料 但是最好是Back to School那一天 就都去跟老師認識一下 然後上學午餐可以自己帶 也可以吃學校的 但是吃學校的就是你要去有一個學校的這個account 我不曉得公立學校是不是這樣做 我們這個charter school是這樣子 他有一個account可以繳費的 然後可以去儲值 可以去把錢放進去 然後小孩子吃午餐 他就會登記名字 然後在這個account上面去扣款 基本上是系統化的 兒子他們是說大部分的人好像是自己帶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基本上都是吃冷的午餐比較多 應該是幼稚園是熱的 因為他們從10點多 幼稚園就開始分閉吃 吃到高中已經冷掉了 對 等到高中已經是兩個小時後 12點多 那高中2點45就放學 反而是小學生比較晚3點15才放學 不過現在開學三天 我講一下第一天送弟弟跟哥哥去學校 這個現在對他們兩個最大的挑戰 真的就是這個 英文的溝通問題 第一天在弟弟去學校 然後弟弟下車之後 其實在back to school那天 已經有跟弟弟說要怎麼走到教室了 可是弟弟下車之後 因為老師就開始跟他講 他要怎麼走到教室 但是全部是英文 那弟弟就愣在那邊 就完全聽不懂 因為老師可能就說 go to that gate 到那個閘門 然後到了左轉 然後往哪裡走 老師講完 然後弟弟就從頭到尾就是 完全的沒有辦法理解 老師在講什麼 當然後來老師就問我說 他懂英文嗎 我說他不懂 所以後來老師就找了另外一個老師 然後問我說他是幾年級 老師是誰 然後就把他帶到那個班級去 那哥哥的話就是自己走進去 那當然一樣 哥哥要 因為要跑班 所以他要知道他自己的課表 第一堂課要去哪一個教室上課 不過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都還是非常的struggle 非常的掙扎 在適應這個語言的問題上面 弟弟現在應該 只要讓弟弟認識每一個老師之後 我相信他應該適應的很快 哥哥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哥哥聽的 哥哥的課程的內容 之後我再做一集 來分享一下 就是哥哥那個課程的內容 哥哥那個課程內容 真的是有一點 用英文來學真的有一點難度 我覺得啦 我自己看到那個課本的時候 真的是讓我想到大學的時候 第一次接觸到原文書那種感覺 媽咪大學的時候功課比較好一點 可能比較能夠看懂 我大學的時候 第一頁原文書我念了一個晚上 不過現在有科技的輔助 所以應該可以讀起來比較快一點 希望可以快點實力